彎腰五秒道歉 易營董事长蔡庆年率领易營主管 在ATM道理案破案后的第二天 才终于露面 我们不会想私了 而且也不会去吃案 而且我们第一行 我们向来就很强调了公私治理 一切就透明化 同仁们应该是没问题 澄清外界疑虑向社会大众道歉 也感谢警察 更保证存款户安全无余 不过谈到如何赔偿 态度竟然是 没进一步赔偿打算道歉了事 而这次遭盗领的ATM 同一款1500机型 易營共438台确定停用不恢复 另外同厂不同型号的54台 最快7天内重新启用 事实上易營内部的防害SOP 只是在网路上 侦测客户连线对外系统时 如果遭到骇客拦截 会打电话通知客户 并进行防毒扫描 只是相对于ATM 却完全没有规范 至于易營伦敦分行 发现异常存取数据 易營则说还在调查 细节不透露 但这一次盗领案 揭露内部没能及时监控的问题 易營也表示将严加陈储 记者 夏军城 陈伯城 陈文杰 台北报道